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3月26號 議場名為中共活體強摘器官的研討會 在英國議會大廈舉行 十多位英國國會議員在會上發言 強烈譴責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 和對法輪功的長期迫害 並要求英國政府採取具體的應對措施 制止迫害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報導 研討會是由英國議會多黨派 宗教和信仰自由小組主席 國會議員吉姆湘農發起 湘農在開場發言中 首先譴責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他說 這場關於活摘器官的討論 針對的是反人類罪 以及一個自二戰納粹以來 最大規模迫害宗教團體的政權 他還說 中共作為一個 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正在像對待牲畜一樣的 對待一個信仰群體 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來自不同政黨的十位國會議員 也都在會上譴責中共 並呼籲英國政府採取措施 制止中共的野蠻行徑 英國外交部亞太事務次長 馬克·菲爾德 到會聽取議員們的發言 並回答問題 一些關注支持中國宗教自由 和人權事業的人士 也到場旁聽了這場研討會 同時 英國議會網站上 也有研討會的全程直播 中共最近加緊了對教師課堂言論 和網上言論的整肅 繼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因言獲罪 日前被停職調查後 3月28號網上又傳出一份 重慶師範大學的紅頭文件 說副教授唐雲因課堂言論不當受到處罰 文件內容顯示唐雲在今年2月25號上午 魯迅研究課程教學中 發表了所謂損害國家聲譽的言論 被校方認為違反了政治紀律和教師職業道德 校方因此決定撤銷唐雲的教師資格 並將他的崗位等級 從專業技術5級降至專業技術7級 文件沒有透露唐雲有關言論的具體內容 但在唐雲被取消教師資格的消息傳出後 網上又貼出了一張 據說是唐雲在朋友圈發表的告別詩的圖片 詩中說他的學生並非都是出賣耶穌的猶大 外界據此推測唐雲是因為學生舉報而受到處理 有網友批評說中共培養學生告密是文革重現 好 觀眾朋友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 請問一下